瑟瑟 Krit 许好歌曲 孙清聖歌曲 孙清聖歌曲 我很喜欢这个节目 我现在坐在那里 能看到其他托国秀演员的表演 我很激动 但是我现在明白了 没有字幕的话 我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对于像我这样的心怜来讲 一开始的自我介绍是最最重要的 有些人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会说一些简单的笑话 如果说的很有意思 就能给人家留下幽默的印象 总的来说 需要根据自己想给人家什么样的印象 来好好考虑自我介绍的内容 那我要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今年二月来到上海后 已经好好被隔离的安全的日本人 请多多关照 因为对我来说 给人家安全的印象 比幽默的印象更重要 首先 我最近心碎了 像我这样的日本人来讲 中文的发音是挺难的 一个词一个词 我是通过查电子词典或者手机来决定 每一个句子的发音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好好练习后才上台讲的 但是我讲完后 有些中国人对我说 你的中文很像 手机里的Siri 看来我太依赖数码产品了 请大家不要问我明天的天气怎么样 我以前回日本的时候 是很久很久以前回日本的时候 我找朋友一起去吃饭了 那个时候我朋友问我 你已经会说中文了吗 我跟他说 嗯 今天当中文的话我都听得懂啊 但是我朋友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因为我朋友以前也考过我 坐在旁边的中国的旅客 他们在聊什么 你听得懂吗 那个时候我答不上来了 所以我想拜托大家去明古旅游的时候 请尽量别用广东话 其实跟中国人一起去过KTV的外国人 都会以为自己听不懂的中文都属于广东话 没想到今天来自广东的脱口秀演员也太多了 我朋友最近开始学中文了 快要学一个月了 他特意拿出来了中文的课本 然后就开始考考我的中文水平 但毕竟是初级的课本 内容都很简单 小林 马上给你是什么意思 我回忆了一下 人家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们过了多久把东西给我 就说 大概五分钟以内 或者明天给你的意思 还有我考试的时候 第一次听到了我朋友的中文 他的中文的发音 果然还是有很重的日本口音 有可能大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我想问一下 大家见过日本口音很重的人吗 看起来好多人见过 大家给我一点点面子行不行 刚开始学中文的日本人 看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支持师的发音 我们 嗯 刚开始学中文的日本人 看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支持师的发音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是发成戏 扎发成加 所以如果有难过的事情 说我扎心了 也会变成我扎心了 人家跟我说太好了吧 因为在日本学的话 这个口音的问题无法解决 我想说标准的普通话 所以我来了上海留学 有可能我去北京留学的话 我的发音会变好一点 你在哪里学了中文 我吗 北交 真的 真的好帅 外国人用中文的时候 最担心的是 自己说的中文 有没有被人误解 但是这种语法上面的问题 外国人跟外国人 用中文交流的时候 根本不用担心 因为双方都不再会讲中文 用不着那么考虑说法的方式 我留学的时候 同一般的外国同学问我 小林 你家有猫咪吗 我说 嗯 我养过猫咪啊 然后他说 养过 所以 已经死掉了 虽然讲的不太合适 但是我也能理解 对方这么说 不是故意的 所以我也不会在意 我留学的时候 参加了一个活动 和一个在北京留学的日本人 有过一方交流 我想确定一下 在北京留学的日本人的口音 是什么样子的 为了让他用中文 我故意用中文 我问他 你是不是觉得 在北京留学的话 我们的发音会变好一点 他说 嗯 我觉得 是 嗯 我觉得我的发音也算是不错 我跟他说了 对不起 我好像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